它在全球范围的高速公路、普通公路、所有公路挑战燃油效能 汽油价格在世界各地上升的同时 它依然是燃油效能最佳的小型房车 同类车中率先使用1.4公升波轮增压引擎 高性能、低油耗 难怪它在全球60多个国家都是增长最快的品牌 在本国同受欢迎 全新Chefrolet Cruze 同级车系中最省油 超越一般驾驶 Cruze 好 来到第一个部分《投资有代》时间 跟大家看看今早早一些经济数据和市前 Antony 今早早也有些数据公布了 先看看CPI就是消费物价指数 就是美国的消费物价指数 11月份升了0.1 而核心的消费物价指数也是升0.1 都是符合市场预期的 Antony 其实如果看回数字里面 其实不同的一些行业或者产品的升幅都不同 现在每个行业都有不同的升幅 其实最终里面最主要看到的就是能源 那整个情况就是因为能源的价格是上升了 结果就是将整个物价指数也都推升了 能源这方面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另外看回食品方面其实也有一点升幅 还有在这个住房的成本里 还有那些机票的价格也都见到 在这个月份都是有少少升幅的 其实不过有上升也比没有 因为一个温和的增长其实都是一个健康的迹象 这个是轻微通胀 一个良性通胀是暂时的 可以看看除了这个CPI之外 今天也公布了这个纽约州的制造业指数 可以看看 12月份纽约州制造业指数 比市场预期好多的 现在去到正10.6的数值 是升了22点的 市场预期原本只是升3点的 这个数字在这个正数0以上的话 就反映这个纽约州地区 那个制造业正在是扩张的 而在负数的时候就是收缩 看到其实也挺好的 是的 现在希望它的制造业 一路一路的数字 希望真的反映到实际情况 因为现在目前美国仍然是 失业人数仍然是不少的 希望那个就业的情况是可以有所改善的 因为这个数字 但是看到很多时候在经济复苏或衰退的时候 衰退通常第一个受影响的行业 通常都是制造业的 但是一复苏的时候 第一个受惠的又是制造业 变成了其实某程度上都看到 现在美国的经济状况是怎样的 其实虽然今早出来的数字都不是太差 不过看回美股的未来指数 其实现在仍然全部都是向下的 看到道指方面 未来指数跌23点 标普方面跌3点 而纳指是跌4点 都看到预事就是美股今早开出来都会下跌 其实原因在哪里会不会 始终大家都在担心欧洲方面 特别是西班牙的目的 将它列入这个负面观察名单 就是说其实在研究 是不是要将它的信贷评级下调 其实一下调的时候都挺大事的 会不会真的调低它的评级 那个主权债务评级 大家都要留意着 不过我相信这个消息都笼罩着整个股市 其实说回其他的很热门的话题 其实看回联续局方面 昨天公布了最新的失口走势 以及议息的结果 其实那个声明也说到 经济正在复苏 但是复苏的速度是比较缓慢 不足以大幅降低失业率 联储局会继续执行 逐个月购买总值6千亿美元的 美国长期国债计划 刺激的美国经济复苏 联储局公开市场委员会 也在声明中表示 受制于居高不下的失业率 微弱的收入增长 以及趋于紧肃的信贷环境 美国家庭消费开支的增长放缓 企业在救资设备和软件上的投入 也持续增加 但是增长慢于上半年 而非住宅类的地产的投资 仍然疲弱 故着愿意增加雇员的意愿也不强 其实Anthony看到联储局方面 似乎都是觉得现在 都不是这么好的环境 其实联储局他今次 这个声明是很审慎的 但是根据过往看 他很多时候 如果有一些比较令人振奋的数据出现了 他很多时候都会唱好的 但是如果他今次是这么审慎的话 其实是去到来年经济的预测的话 是背上他现在的手里上的数据 有机会就是来年的经济 其实仍然存在很多不稳定 很不明朗的因素 是的 那么联储局呢 究竟如何看来年明年的经济 以及在量化宽松上面 其实大家都要留意着 因为联储局方面 其实都会每个月看着 量化宽松落实的程度去哪里 以及是否继续有需要去加推 或者减少呢 其实大家可以留意着 不过呢 讲到这里 休息一陣先 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和大家看看 联储局这份声明